你敢信吗 如果说保障房落实到位 不光老百姓买房容易 连商品房都能够稳健上涨 最新一轮的房改来了 有房的人就开始担心了 这保障房会不会拖累房价 而且按照某一些专家的说法 保障房不能建太好 连租房还不能建厕所 否则吃亏的还是穷人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我们查一查人口密度相近的 香港新加坡的房价 你就会发现 一个是让底层住鸽子龙 全民一起炒房 涨得猛跌得更猛 如今高位跳水跌回七年前了 另外一个却恨不得把保障房 按照41厅豪宅来建 九成人口不炒房 结果最近六年是稳健上涨 什么大家西全都没有影响 更扎心的是 人口密度甚至更高的新加坡 如今88%的国民都自由住房 比例远超香港的50% 人均面积居住体验 更是完全碾压香港 那你也许会问 这专家不是言之凿凿说 保障房建太好 穷人吃亏拖累房价 还喊连租房不能建厕所吗 那为什么新加坡就没掉坑里呢 我们今天就好好来扒一扒这其中的玄机 在新加坡的商品房 它是属于有钱人投资和消费的 只占到了居民住宅的16.5% 近八成的国民住保障性的住房 也就是祖屋里边 它跟中国人想象的中小户型为主的 经济房连租房完全不一样 祖屋除了购买跟交易的限制 居住体验其实是不输商品房的 面积从80到120不等 三分之一的新加坡家庭 都居住在四居室的祖屋里 看比香港豪宅的大户型了 而且周边的公共设施配套齐全 超市公交医院学校托儿所一应俱全 跟国内的某些专家说的 连租房不该建厕所 也完全是另一个极端 这种设计的保障房 并不只是给你提供一块 遮风挡雨放床板的地方 而是鼓励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入住 一户一套既让你买得起 也有足够大的居住面积 满足三代人养老结婚生育的住房保障 现阶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隐性人口成本 比如说针对养老 新加坡还有专门的老年人乐林公寓计划 鼓励经济状况不好的老人 卖掉自己的祖屋 以大换小 换成面积小巧 价格更便宜的公寓 手里边还能节余一笔钱 来维持自己的日常开销 像极了国内专家们曾经提到的 以防养老 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 新加坡对祖屋的管理非常的严格 祖屋申购的门槛也很多 要审核收入 婚姻 年龄 国籍身份 养老金 不能够商用和整体出租 五年内不能转卖 在税收上也有明确鼓励祖屋自住 对手套房自住房都有税收减免 否则不但不减免 房产税还会是自住房的四倍以上 购买转售祖屋 如果说弄虚作假 轻则一笔罚款 重则甚至要坐牢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 把产权和定价权牢牢的抓在手里 同地段同面积祖屋 只是商品房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 新加坡人基本工作五年 就能够买得起一套祖屋 想卖也有转售价的行情 不影响家庭资产的保值增值 同时祖屋对于那些 只想买来自己住的家庭 还有很多的优惠 比如说政府提供大量补贴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 新加坡给近5万住户 发放了超15亿新元的补贴 还经常减免水电费 收入越低 政府给的补贴就越多 保证低收入群体 也都能够买得起房子 那跟新加坡完全相反的例子 就是香港了 全靠超级小的户型 甚至鸽子龙来解决底层住房需求 生怕保障型住房影响房价 结果是怕什么来什么 香港高昂的房价泡沫化严重 最近遇到了周期 就要暴跌回7年前 而把保障房建的又大又完善的新加坡 房价不但没降 反而6年没有下降过 连祖屋的转售价都创下了新高 这其中的原因就是 新加坡没有靠投机泡沫抬高房价 而且在一开始就通过祖屋 抓到了支撑房价最根本的因素 经济基本面 1965年的时候 刚刚建国的新加坡一穷二百 40%的国民都是住在贫民窟 棚户区里 没有产业没有收入 而且人心惶惶 李光耀想发展独立自主的新加坡经济 非常清楚 有横产者才有横心 所以提出了居者有齐屋政策 为了筹集土地和资金 新加坡用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强行政地 打压土地投机 降低组屋的成本 同时为住房公积金提供高存低贷 优惠利率的政策 存钱利息高 贷款利息低 吸引九成的新加坡人存供基金 祖屋建设资金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可以说祖屋一开始 就不只是单纯解决人睡哪儿的问题 而是新加坡一揽子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当年新加坡的不同族群彼此抱团 华人自己内斗也严重 马来人和华人仇杀 广东人和福建人泄斗 泉州人和张州人干架 社会秩序混乱 祖屋分配采取抽签分配 打乱了原有的族群相互隔阂的局面 以此融合了解 慢慢瓦解了黑帮的生存土壤 为了这个目的 祖屋建的特别像中国的学校教学楼 开放式的长走廊通宵亮灯 由政府支付电费 极大的减少了犯罪率 还便与邻居之间交流促进了解 一楼则全部都是架空层 根据需要改成超市小卖部餐馆 或者成为居民活动的操场 楼与楼是没有围墙封闭 没有门卫保安 更不需要刷卡刷脸 为的就是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 打造一个人人可以用的公共场所 这样的建设规划 一方面节约了土地 保障了公共空间 还留住了人情味和烟火器 另一方面 高密度的生活空间 加上严苛的生购门槛 也能够把富人拒之门外 遏制了炒作泡沫的空间 这个意义已经是超越了 一般商品房的经济价值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完善 祖屋成了一种新加坡特有的居住生态 针对性的缓解婚姻生育养老等等 尖锐的社会焦虑 彻底发挥人的创造力 经济反而能够长期稳定发展 支撑房地产财富的良性分配和循环 当投机吸引炒房被摁住 社会资金流向了旅游 服务外贸科技产业 不断的吸引全球顶层人才和富豪进入 最后即便商品房只占整个市场的20% 也能够发挥巨大的财富效应 带动祖屋也一起增值保值 古人说有横产才有横心 住房的意义不是那几平米的水泥值多少钱 而是它承载的社会基层土壤够不够肥沃 能不能够孕育一个繁荣的经济体 当然了因为土地面积大 城镇类型多 中国房地产的复杂 远非小小的新加坡可离 但也可以从保障房保障二字的真正意义当中有所启发 关注小瑶 知性理性 更懂人性